讲的书名字叫一句顶一万句啊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 获了矛盾文学奖 那你说这故事怎么就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呢 我们翻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里面有一句话 说唯有孤独永恒 这部书我会在今年给大家讲啊 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过去都是假的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 即便是最狂热最坚真的爱情也顺息即逝 只有孤独永远存在 那这个孤独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人生命运 这不仅仅是马尔克斯刘振云能够感知得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体会 这当然很震撼 但如果刘振云跟马尔克斯想的一样 写的一样 它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是刘振云的特别之处 比如西方式的孤独 往往是跟神对话的 就是不断的反思 深刻的朝里走 他甚至要忏悔 但是中国的孤独呢 是人跟人之间有着无比庞大的关系网 可是在越热闹的时候 你越发现自己很孤独 为什么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分为两种 一种叫说得上话 一种叫说不上话 这个分法是刘振云界定的 简单粗暴 但是很有效 你拿这个坐标一画 就发现自己的生活也这样 无论家人朋友还是夫妻 一旦说得上话了 人就亲了 那反过来呢 说不上人就远了 所以原来看那个历史啊 就说康熙有着后宫粉袋三千 但他最惦记的人是荣飞 那康熙到荣飞那里 最爱说的话就是 正想跟你说说话 那到后来呢 他不得已废了荣飞 再想找人说话 已经人去楼空了 一个千古大帝 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也没有 这种感受一点也不稀奇 到了现代 我们手机里面你看一下 通讯录联系人成百上千吧 名字一个一个的翻过去 那问题是一旦遇到事 扛不住了 你能跟谁说说话呢 刘振云发现了这种感受 然后他就敏锐的把它表达出来 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 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 一句话找另一句话 这才是真正的孤独 这句话讲得好啊 那这本小说中就有很多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先挑一些细节 大概讲讲 你觉得有意思 比如说书里写了一个卖豆腐的老杨 和另外一个人叫老马 明明心里面互相看不上 但是老杨一遇到事 就要找老马去商量 为什么呢 他说同样一件事 别人只能看一理 他能看十理 别人只能看一个月 他一下子能看十年 所以老杨巴结了老马一辈子 但他发现老马对自己并不惊心 活了一辈子都没活出个朋友 那外人又看明白了 就点拨老杨 说你心里只有老马 凡人都不理 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 人家背后老糟改你 这个放言很来劲啊 在河南话里糟改 就是说坏话的意思 那就是败坏你 把你败成一个渣渣了 那还说不拿你当朋友的 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 拿你当朋友的 你倒不往心里去了 但是老杨并不这么想 外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巴结老马做朋友 老杨就说 头一回遇到他是在牲口集上 老马去买马 我去卖驴 大家在一起闲扯淡 那论起事来 同样一件事 我看一里 他看十里 我只能看一个月 他一下子能看十年 最后驴没卖成 画上就被老马拿住了 说到这儿老杨并摇摇头 说事不拿人 画拿人呀 又说 以后遇到事 我就想找他商量 那听到这儿 你就会说 哎呦就芝麻大点的事 能在书里写这么好几页呢 哎就这点事 看到我愣了好半天 第一 这语言真好啊 但是有没有发现 人跟人之间的不可知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管外人眼里怎么评价 但实际上 他们俩的关系 就是老杨自己的一厢情愿 两个人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老马跟他不过心 那第二呢 就是说话本来是 人跟人交流的工具 表面上都在说 两个人说的挺好啊 没毛病 但真正能够获得对方的认可 把话说到别人心里去 这俩人才能够成为朋友 成为恋人 不被甩掉 不渐行渐远 可是细琢磨 这说得上和说得着 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对方的认可 没有人家的认可 是最后的认可 是最后的认可 是最后的认可